自动化生产线数位教材 成功夹冠及装瓶作业 贴标包装作业 及豆腐胚加工作业 在进入自动化生产线流程介绍前 先向新伙伴介绍 郑生主要的豆腐乳制成 豆腐乳产品的制作流程如上图 首先 依配方制成点减表 拿取豆腐胚切块排放 在经由竹筛落菌及培菌后 静置温度与时间 可控制的自动化培菌是 进行二至三天发酵成白毛菌 辣椒粉 精盐和米酒 经过黄金比例的调配与调味 豆腐胚经人工夹入瓶罐排列 使用自动化罐汤装填 并锁盖 贴标 送至瓶馆室进行流样检验 待检验合格 依产品性状使用过滤设备 并通知包装区人员 将包装区上方杂门打开 品管单位再次抽样做成品检验 依品管检验项目检验 经检验合格后装箱 并入库储存 等待出货 上面已完成 对豆腐乳制成做简单介绍 接着进入第二单元 产线基本流程说明 自动化生产第一步流程中的备料 前制作业进行之前 必须经由供应商管理作业 与采购合约管理作业 要求通过供应商评鉴合格 来进行采购当采购的原料或物料 进货经过验收管理作业 与品质检验合格后 才可以进行备料与领料的动作 第二步在生产前 各单位各司人员 包括贴标直锅与充填包装作业区 必须在生产前再次进行 环境卫生设备消毒的动作 才可以进行生产 第三步HACCP HACCP是食品业的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 所有产品生产 都有一份操作点简表 皆依照这些重要管制点定定的流程 进行操作 第四步 每项产品在制成中 皆有不同的监控点 包括时间温度过滤条件或原料重量得确认 其中半成品检验表所检验的项目则是由品管单位 进行该项产品最初的判别 第五步 成品检验 包括包装规格 入箱数目 以及标签是否正确 第六步 入库需依先进 先出为原则 最后 出货则依出货单上的内容 确认客户名称 产品名称 数量 运输车的清洁 也是一重要要求的条件 本公司以无尘式无污染方式 进行豆腐乳制造与加工 搭配自动化充填及锁盖 以确保每一瓶豆腐乳的品质与安全 追求生产最高品质的产品 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目标 研发更好的生产技术与制品 提供更卫生 安全 健康 美味 且符合主管机关要求的产品 是我们的责任 教育消费者食品安全卫生 是我们的义务 建立优良品牌 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接下来是第三单元 环境卫生和设备消毒的工作 早上八点上工时 人员需要全面检视 工作环境周围清洁 与包裁有无复卫完整 所以上工前与完工后 会对工作区域全面整理与打扫 并随时维持环境整洁不杂乱 进入作业区内 必须穿折雨鞋 进入200ppm消毒池 并洗手、烘手、酒精消毒后 才可以进入 生产前先将机台清扫干净 避免前一工作天 留下的垃圾或残胶 并用空压喷枪全面清理机室 将机台可能附着的异物 或灰尘先行喷除 避免可能的异物落入屏内 所提供的照片即为 贴标作业区的范围 在不同的作业区 与其环境整洁度一样维持 接着说明 豆腐胚排放 及落菌作业流程 在进行豆腐胚排列作业前 必须依照生产排程 进行适合尺寸切割豆腐胚 再检查是否有不良品 当日工作排程确认 工作品项 及需领取的所需板数和菌种 并提供工作手册 进行当日豆腐乳生产规格之确认 而工作手册 应该清楚标记数量与条件 排列豆腐胚必须软面朝上 排列整齐不可翻倒 人员必须挑选 菌种较多的竹筛落菌 平均落于豆腐胚上面呈现纤维 之后由专人收齐后放置培菌室内 接下来是第五单元 人工夹冠 及瓶装作业流程说明 准生产区内 为产线人员的工作作业区 前后两个门 皆为人流人口处 物流的管制门 则在每一生产线中间 每人配发一双筷子 和抛弃式食品用手套 于豆腐乳夹冠前 必须进行消毒清洗 豆腐乳人工夹冠 必须依照当日生产规格 进行不同排列 以免产生不良品 所惯机器必须有专人负责 进行操作 维护与当日清洗 接着说明 第六单元 包装作业 包含产品输送投入 读取barcode标识后 上传MES系统 接着连接设备 并选择标签 取标签前 需要进行影像对位 接着将产品Mark的标示 影像对位 完成后 进行贴标签作业 最后 完成产品出料 豆腐乳包装人员 每日的基本工作如上 第一步 需要准备 当日生产用的包材与瓶盖 第二步 确认机器调整是否正确 符合当日生产规格 第三步 开始生产 随时抽样检测 充填产品重量 标签 日期喷印 瓶盖开关 以及检测豆腐乳 是否有外漏 第四步 生产完成 消毒及清理标签 包装输送带机台 第五步 清洗完成后 依照隔日生产品项规格 调整充填机与锁盖机 最后 第六步 进行工作区域清洁维护 产品外包装人员 每日的基本工作 第一步 准备当日生产用的包材纸箱 推置定位 第二步 确认机械手臂 纸箱机 风箱机 打包机 是否符合当日生产规格 以及确认胶带颜色是否正确 第三步 生产时 随时注意机械手是否有异常状态 纸箱机内的纸箱补充 胶带 打包机补充更换 包装后成品 依出货所规格 叠至战板 并推到出货区 第四步 生产完成后 将机械手臂 纸箱机 风箱机 调整至符合隔日生产的规格 纸箱被料人员 每日的基本工作 第一步协助放惯人员被日生产包裁 第二步 一格日生产排程 准备需要的纸箱 第三步 生产线支援 第四步 工作区域清洁维护 接下来说明 第七单元 豆腐胚加工作业的流程 大豆制品之食品 从业人员 于进入作业场所前 应依正确步骤洗手或消毒 如喷洒70%至75% 酒精容易等 从事现场作业时 应确实保持手部清洁 穿戴清洁消毒汁不透水手套 并定其更换 或将手部彻底清洁及消毒 厂区内原料 半成品 或成品暂存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 分类分区存放 防止外来杂物混入及交叉污染 加工用之模具 纱布 筒槽 及容器清洁消毒后 应于通风处量干备用 全面采飞基改大豆原料之验收 应付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 包括农药残留绒 许量标准 黄菊毒素限量标准和重金属 等各类相关卫生标准规定 并经验收 确认后时可使用 验收过程应与记录 并可追溯其来源 且相关记录至少应保存五年 接下来是课后测验 请各位学员仔细聆听与阅读题目 前制作业进行之前 必须经由供应商管理作业 与采购合约管理作业 要求通过供应商评件合格 来进行采购当采购的原料或物料 进货经过验收管理作业 与品质检验合格后 才可以进行备料与领料的动作 请问 在第二步生产前 需要进行以下哪个动作 A确认包装规格与标签 B确认生产温度 时间 过滤条件 C确认操作点简表内容 D再次进行环境卫生设备消毒 正确答案 D再次进行环境卫生设备消毒 自动化生产第二步 在生产前 各单位各司人员 包括贴标与充填包装作业区 必须在生产前再次进行 环境卫生设备消毒的动作 才可以进行生产 请问您答对了吗 郑生食品自动化生产线数位教材说明如上 若有任何问题 记得再详阅影片 或是询问场内专职人员 谢谢大家